在形成这个远中近这种火力打击体系方面 能够起到相互衔接相互弥补的作用 是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火炮呢 也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一点 就是它的机动力大大的提高 不但能自行 而且留意到它可以空运 这个空运火炮是世界这个先进这个作战的一种这个模式 就是说你这个炮不但要打得远打得准打得狠 而且还会能够投送到几百公里 一千几百公里外的这个主战场 这个火力集中是一种新的这个作战模式 现在过的是轮式的自行火爆